其实最近有非常多的新闻 还说这个 因为现在三个人 陈廷飞林俊宪还有王定宇 然后上报这篇报导都说 王定宇常常吃三碗公 主要是因为 陈廷飞林俊宪公开受访的时候 点火引战 立委王定宇虽然没有明确表态 确实啦 但是他空战的声量 是完全碾压飞县大战 也被视为鸭子滑水 默默潜伏型的狠角色 那么里面特别提到了 这个林俊宪被问到 陈廷飞自称赖系 林俊宪回应 那很好 大家团结支持赖清德 所以以后不要再发生 跑票拖党的事情 那暗奉当年台南市议长 选举跑票事件 所以地方人是分析 陈廷飞的优势组织强 也有地方系统 前议长郭信良奥元 如果真的要初选 他的支持度可能蓝绿都有 到时候蓝营支持者 冠民调给陈廷飞 恐怕会改变局面 而林俊宪则是 根正苗绿的赖系人马 2010年他宣布放弃议员 连任助赖清德选台南市长 选后不但接了副市长 而不是接副市长 而是参选立委 学经历完整 有超强靠山 老市长赖清德 台南地区的影响力不可小觑 那至于王定宇 他还没有气赛 声量甩开了 飞线夺冠 恐怕会成为大黑马 民讲人是分析 王定宇的作用在于 当飞线厮杀太凶的时候 让自己能够成为 最大公约数的选项 那大家民党杀成这个样子 那大家就一直在问 龙界线是不是就机会 几率选上机会又增加了一些 包括黄伟翰这么看 他说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 他觉得没有王定宇的局 日云候选人会从 陈廷飞和林俊宪两个人中出现 他说如果是林俊宪歇为胜出 那么陈廷飞的支持者 恐怕将会转为支持 国民党推出的谢龙界 这样子谢就有机会拿下台南 宏婷 我觉得我们讲说 这个不幸公益换不回 那不幸这个真理都很灰 就是说台南这个地方很特别 你坦白讲 你现在上报在写这些东西 或者是阿扁讲说 不管这个韩国瑜 跟这个所谓柯文哲 这两个人能决定就是说 这里面的选举这个状况 但我觉得这还是回到 大家常讲的一句老话 就丐帮有多少人 不是韩国瑜跟柯文哲决定的 丐帮能有多少人 是赖清德决定的 你看台南这个地方 林世杰到现在尸骨未寒 现在他们已经在讨论接班人了 所以我跟你讲 这个地方如果不翻转 我跟你讲 下一届的台南市长是谁决定 我跟你讲不是柯文哲也不是 所谓的这个韩国瑜 也不是赖清德是谁决定的 是光电决定的 真的啊 如果不翻盘就是光电在决定 到底谁是下一届的那样 真的啊 你看刚才我们还在讨论说 这次南部淹大水 大家在那边编制水预算什么 我跟你讲台南这个地方 很多地方其实是不适合做光电的 湿地不适合做光电 低级保护区不适合做光电 结果台南市政府在赖清德那内 在黄伟泽任内的时候 他的官员还开说明会 告诉大家说要怎么样编光电 那你说这个地方坦白讲 一路光电下去 那淹水再下去 你再做多少治水预算 根本就是什么 根本就是给地方上在那边 做所谓的工程这些 因为很多光电业者 一边做光电一边做治水 然后现在出来一大堆什么 什么豆腐渣工程啊 这些东西 那你说这里会干净嘛 然后呢88枪查不出来 林氏结案查不出来 议长会决案查不出来 然后都查不出来就算了 现在整个周刊 好像这件事都没发生 然后开始在谈说这里的权力结构 说这个谁谁谁有比较有机会赢 这谁谁谁那个 这地方是不需要有真相是不是 所以我会相信一件事情就是说 坦白讲如果今天谢龙介或国民党 或者是所谓的在野联盟 有任何人在这个地方有机会 不是因为谁的原因 是因为民众真的受不了了 民众想要知道过去这么多年 到底得力的是谁 过去这么多年到底在这边 污名指名高的到底是谁 到底有多少事情应该要被揭露出来 如果这也是为什么上一次 谢龙介这么接近的原因 那我希望他未来可以再更接近一些 因为我相信民众会知道的 民众会想要知道说 为什么这些光电业者 可以在这里这么嚣张 然后赚了这么多的钱 动不动就一来一去 然后动不动就利益百亿 然后全台湾都知道这里利益百亿 全台湾都知道这里有问题 但是什么案子都办不出来 什么真相都没有 然后到现在要出庭的 还可以在出庭的前一天被打掉 这跟港剧有仇不一样 所以坦白讲今天如果 蓝营在这个地方有任何的机会 靠的是什么 靠的就是民营党的贪腐 靠的就是什么 靠的就是你看现在赖清德 就算外面骂得要死 赖清德也要把他的国舅 有没有我们现在有国舅公了 98岁高龄 然后也要把台南当地的什么 地下电台的主持人 卖假药的贤打 聘做所谓的资政 如果我们有机会 就是这些累积起来的民怨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拨乱反正 所以你说这边在讨论 我都不想去谈什么民营党谁比较强 谁比较强 谁比较那个的结构 因为对我来讲 最后民进党会出现的那个人 他一定是什么 他一定是代表光电利益的那个 就是这个啊 对不对 那我们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 我们讨论的是说 我们要揭开这些东西的话 那我们要投谁 所以我希望真的有机会 台南跟南部的乡亲 他真的被民进党逼到受不了的时候 那就像当年高龙市给韩国瑜一个机会 那种感觉一样 让谢龙介去查一次 让谢龙介去查一次 我跟你讲谢龙介其实最后选也很好选啦 就让我来当一次查不出来 对不对 我下一任我自己也不做了嘛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与其现在跟着这些 他们在那边讨论这些有的没的 我跟你讲 把该查的事情查清楚 如果到了投票的那一天 到了选市长的时候 台南还是一个没有真相的地方 那我坦白讲 我在这边问台南的乡亲 你们真的还投得下去民进党 那我也真的是认得了 因为这个红婷直接点出了这个资政 还有国策顾问的名单 对不对 在昨天公布了 我们看到这个总统府公布的资政 27人 国策顾问有73人 那里面的名单 大家就会开始细看 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比如说这一位 以这个我们先来看资政 资政部分出现这一位同友 这是赖清德的舅舅 所以大家说 这98岁的国舅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R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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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